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见王阿婆主动帮着自己说梅 让李强十分感动 于是在王阿婆的撮合下 定于第二日早上在李强家中见面 带到王阿婆走后 李强急忙把家中上下打理了一遍 望着焕然一新的屋子 李强这才满意地停了下来 第二日 李强早早地便换上了一件新衣 站在门外紧张地等候着 虽说她现在三十已过 可是她这也是第一次接触女孩 不免有些不知所措 很快 王阿婆便带着一个女孩来到了这里 李强见到女孩的第一眼便是心中狂跳起来 这女子不仅容貌绝佳 而且这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了大家闺秀的气质 王阿婆见到呆愣的李强不禁笑骂道 强子 傻站着什么呢 还不请我们进去啊 李强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拱手说道 王阿婆 这位姑娘还请里面坐 是我失态了 那女子见到李强的窘迫也是奄然一笑 让李强看得又是老脸一红 双腿都紧张得有些僵硬起来 带到座下王阿婆便介绍道 强子 这位姑娘可不一般 她乃是大户人家出身 名为萧玲玲 若不是家中出了变故特来投靠于我 你可接触不到这么好的女孩 文言李强不禁内心震动 没想到这女子竟然真的是一位千金小姐 于是她急忙说道 承蒙王阿婆厚爱 小子我没有太大的本事 若是玲玲小姐肯嫁我为妻 我绝对会真心对她 绝对不会让她受一丝委屈 看到李强发自肺腑的表白 萧玲玲也不禁内心一软 家中的变故让她失去了一切 如今有人声称肯一辈子保护于她 也是触动了她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经过了一番交流 萧玲玲最后也是答应了下来 这可把李强二人激动坏了 于是王阿婆便说道 如今你们都没有父母 那我便拖大代表你们的长辈 择日便为你们成婚 周围的邻社听闻李强要结婚了 纷纷来到了李强的家中 为他帮忙 让李强也是感动不已 就在五日之后 李强和萧玲玲二人 终于在众人的见证下举办了婚礼 大家纷纷献上了自己的祝福 今天便是他们二人最幸福的一天 婚后 二人齐心协力 恩恩有家 小日子是越来越好 让周围的邻社也是极为羡慕 一天 李强正在院中做工 妻子萧玲玲便在一旁为他打着下手 不停地为他擦拭着汗水 俨然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突然一个盗袍老者却来到了门外 老者摇摇晃晃就要站立不稳 李强健壮急忙上前搀扶住了老者 扶着他坐了下来 妻子萧玲玲也是赶紧从屋中取来了一碗水递给了老者 老者两口便将水吞进了肚里 刚要说话便昏了过去 李强二人健壮也是把老者抬到了屋内 随后李强便去请来了郎中 经过一番检查 这才知道老者是身受重伤 在他的胸口有着几道触目惊心的伤口 于是郎中急忙为老者进行了抢救 数个时辰之后 郎中这才停了下来说道 能做的我都做了 他结果如何只能看自己了 随后郎中便离开了此处 李强和妻子便照料起了老者 三天三夜之后老者这才醒了过来 说来也怪老者的伤口看着似乎是小了许多 莫非这老者还是也是高人不成 老者知道是李强二人帮助了自己也是感谢道 多谢小哥相助了 待日后定会报答 李强说道 老人家不必客气 你就在我这好好养伤 待到伤好再做打算即可 原本李强是一番好意 没想到后来竟会为自己家中带来灾祸 让他后悔不已 很快一个月变过去了 老者的身体竟然是完全恢复了 而且似乎还年轻了一些 这也让李强夫妇很是震惊 看来老者定然不是凡人 这天李强接到了一个宫活 说是镇上的王源外家 需要打造一个柜子 于是他便和妻子交代了一番就离开了 一直到了夜里 李强这才做完了宫活 回到了家中 可是刚一进屋 李强确实发现 妻子不知去了哪里 而且就连老者也不见了 李强急忙去寻找 可就在这时老者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一脸的焦急之色 见到李强不禁说道 强子 出事了 你的妻子掉进河里淹死了 文言李强心中大惊 不由地抓住了老者 大声问道 什么 我的妻子在哪 快带我去找他 老者不敢耽误 便带着李强朝着外面跑去 片刻之后 二人这才来到了一处河边 此时岸上正躺着一个女子 正是失踪的萧玲玲 李强急忙上前查看 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失去了生机不禁悲伤欲绝 两眼一黑便昏倒在地 待到他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家中 王阿婆等人都围坐在自己的家中等候 见到李强醒来 王阿婆急忙劝道 强子 节哀顺便 人死不能复生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李强这才接受了妻子死去的事实 于是在众人的帮助下 便为萧玲玲取办了丧事 这天夜里 李强正在为妻子守灵 见到王阿婆一把年纪 还在这里陪着自己 怕自己想不开 李强不禁感动地说道 阿婆 你回去休息吧 我想开了 你放心吧 王阿婆年事已高 见到李强已经恢复的状态 便嘱咐了他两句就回去了 于是就只剩下了 李强一人为妻子守灵 李强掏出一瓶烈酒 疯狂地往自己口中灌去 似乎这样做 他才能好受一些 不知过了多久 熟睡中的李强 突然被吵醒了过来 原来是一个老翁 正站在自己面前 老翁说道 小哥请问可否有些吃食 老头子我饿了很多天了 李强虽然内心难受 可见到老翁如此可怜 也是内心不忍 便为他拿来了食物冲击 老翁便随意地 坐在李强的身边吃了起来 李强呆呆地 望着妻子的灵牌 不禁又悲伤起来 就在此刻老翁却说道 小哥 不知你为何为活人摆灵堂啊 李强内心一惊 对着老翁问道 老人家 我的妻子 在前日刚刚出了意外 怎么说是活人呢 老翁笑道 你打开授才看看便知 那根本就不是你的妻子啊 李强见到老翁一脸的轻松之色 内心也是极为纠结 他不想妻子去世 也不得安宁 可是又抱有一丝希望 于是便决定打开授才一探究竟 可就在授才打开的一刹那 李强瞬间便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授才之中 竟然是一块木头 木头之上还贴着一张符咒 李强一眼疑惑地望向老翁 此时老翁也是吃饱站了起来 一脸笑嘻嘻地说道 小哥 既然你请我吃饭 那我便助你一臂之力 你请随我来 于是李强便跟随老者 朝着小镇之外走去 不多时便来到了一处密林之中 李强虽然疑惑 可是他始终没有出口询问 他内心坚定地认为 老翁会带他找到妻子 很快二人便在一处山洞之外 停了下来 老翁说道 小哥 你的妻子便在这里面 只不过是被一个妖物困住了而已 随后二人便进到了洞穴之内 突然洞内传来了一阵哭喊之声 李强瞬间便听出了 这是自己的妻子萧玲玲的声音 不禁是又喜又惊 待到二人赶到洞穴深处 便见到一个老者 正要欺辱萧玲玲 李强瞬间大怒 不知哪里来的利器 搬起了一块巨石便朝着老者砸去 那老者也是发觉了有人到来 急忙闪身躲开 李强这才发现这老者 正是他和妻子之前救助的人 没想他竟然恩将仇报 不由地怒上心来 此时李强身旁的老翁 却是笑道 小哥 你且退下 这妖物还是由老夫带你收拾吧 说完老翁的衣袖之中 便飞出了两道符咒 化作了两道金光 朝着那老者飞射而去 瞬间便将他击倒在地 只见他竟然化作了一只黄皮子 老翁说道 这只黄皮子前些十日偷到我的符咒 被我打成重伤 没想到却被你们救下 如今绝对不能留他在世 说完便又是一道符咒飞出 瞬间便将那黄皮子斩坐两半 李强急忙上前救下了妻子 二人拥抱而泣 随后便跪倒在了老翁身前叩屑 老翁轻轻地将二人扶起说道 此事也有我的原因 若不是我让那黄皮子溜走 也不会给你们二人带来祸端 如今危机接触 你们快些回家去吧 随后二人便拜别了老翁回家去了 自从此事之后便在无怪事发生 玲玲也为李强生下了两个孩子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黄皮子化作老者求助李强一家 李强二人心善将其救下 好心照料 却因此引出了一场灾难 幸亏老翁及时出现将祸端解除 二人这才得以幸免 李强的祸事是因行善而起 李强的祸事也是因为行善而解 总得看来李强是幸运的 他的未然为他带来了好运 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还有了两个孩子 可谓是人生赢家 所以我们平日里也要多行善事 定然会为自己带来好运 正义最终都会战胜邪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